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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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含量大概是11%左右 鼻息种羊梅成熟时单果种10克左右 和小吃多风味浓郁 羊梅富含纤维素维生素和一定量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 不仅味道鲜美 还有生津止渴 健脾开胃之功效 来吃来买羊梅哦 来吃羊梅太好吃了 8块至10块 过些天有可能还要便宜下来 因为大量的羊梅上市的 五六块左右 希望大家多来买好了 你觉得这羊梅好吃吗 看你边摘边吃吃挺多的 肯定好吃啊 不好吃就不会过来摘了吧 又酸又甜 酸酸甜甜 已经第三天了嘛 来的游客多吗 很多的 本地的外地的都有 多的话我的四五百斤都要多才呢 那这一座市场一共大概有多少 四百斤左右 现在是十二块 四千多左右 那下您家一共有多少颗羊梅树 一百八十颗羊梅树 本来下来是八万左右 而在种植户倪小明的羊梅地里 记者又发现了颇为奇怪的事情 你看这棵树上的羊梅 怎么都还是青绿的呢 这是个网球品种 它叫东奎 它还要过一个礼拜才能上市 大概可以采摘到什么时候啊 六月底到七月初 那它这个采摘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二十块左右差不多吧 二十块左右啊 为什么这么高呢 这个价格 我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这个 等它成熟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它特别 让记者惊喜的是 在尼小明羊梅地旁的大棚里 种植的也有东奎羊梅 此时正是成熟的时候 这个羊梅也太大了吧 我刚才采了一个鼻器种 正好拿来比一下 哇 这样一比它真的非常大 感觉像这个鼻器种有四个吧 这么大 平均一个大致25克左右吧 最大的50来克左右 50来克呀 这个重量差不多 跟那个柴鸡蛋的 那个重量差不多了 那这么大的这个羊梅 口感好吗 再一个尝尝看吧 哇天哪 太有口福了 我感觉现在口水掉流了 嗯 吃起来水分好足啊 而且它这个肉非常厚实 一口咬下去 感觉非常的爽 而且呢 我觉得一般吃羊梅呀 或多或少 它都会有一些酸味 但是这个羊梅呢 它几乎是没有什么酸味 据了解 东葵羊梅属于大果形羊梅 它的含糖量平均在12%左右 如今在兰西 鼻器种羊梅和东葵羊梅 是两个主栽品种 不少农户都是两个品种 分别重一些 这样就使得羊梅的上市期 可以从6月初 一直延长到7月初 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口福 同时也提高了市场的 抗风险能力 在当地呀 关于羊梅呢 有个说法 是一天变色 两天变味 就说明羊梅这种水果呀 非常的焦嫩 不容易保存 这样呢 就成为了外效的一个障碍 您说就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保存方法吗 像今天的话 大概一万多斤 我希望周边城市 宁波上海 主市场上海 浙江省拥有十多个精品羊梅集中区 而兰西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提高知名度 兰西市政府每年投资一百多万元 用于羊梅的市场营销 帮助农民打造兰西羊梅的品牌效应 羊梅产业是浙江现在最大的一个水果产业 也是对于整个农民的征收 是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一个是要展示 第二个通过这样的活动 来推进农产品的品牌的建设 2013年来世的羊梅 整个种子面积的是七万亩 产量达到两万吨 整个产子要达到两个亿左右 没想到小小的羊梅竟然会带来这么大的收益 此时此刻我也特别想跟爷爷 想跟大哥大姐们喝上一杯羊梅酒 那这一杯是祝福的酒 喜悦的酒 更是丰收的酒 来我们举杯 干杯 蓝细的羊梅真是不错 这鼻气肿和东葵呢 不仅是风味各异 而且还错开了上市期 真是各领风糟 这就是差异化的优势所在 好了 我们呀 接着往下看 哎呀 真的要命啊 好难受 在家平时也这么吃吗 不不不不 在家不能这样吃 吃这么多 吃饭怎么办呢 受不了 这个瓜叫什么瓜 这是我们怀南的羊角树 在安徽淮南的潘底区 每到五月份 这里就会围绕着羊角树 举行一年一度的活动 农户们把最好的瓜拿来 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示比拼 那氛围就像过年似的 为什么它叫羊角树呢 因为外形长得像羊角 可是什么羊能有这么粗的角呢 你瞧我挑这羊的花 正的它像羊角 你反过来成牛角 但人家约定俗成 一直就这么叫 羊角树就羊角树 羊角树 碎红肉科 甜瓜树 薄皮甜瓜的一个亚种 我们习惯把它称为树瓜 成熟的树瓜 它表皮为白绿色 果肉为绿色 就是瓜囊是橘红色 成熟的蛋瓜种 一般在一斤半到二斤左右 一斤一般可以接八个瓜 直接到地里采摘 这酷似羊角的树瓜 也是本地苏瓜节的一项重要内容 可是采什么样的才合适呢 您会挑瓜吗 我不会 我看它怎么挑我就怎么挑 那您是能手了是吧 这个瓜怎么挑啊 看个头比较大的 皮发白的 应该就是 对是熟的会很甜 表皮没有毛的 蚊子比较香的 就是熟透的 大的比小的好 那么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 大哥这苏瓜怎么挑啊 这个苏瓜 苏的时候 你看像正面划波 正面有大方式 这有把就稳出了 吃起来又想又醉 你要不知道的 还可以喂 有群羊味 这个瓜就撕出了 哦 稳吧 如果有什么不明毛的 到他们就问我 哎 好嘞 我总结了啊 我觉得 这个挑瓜和这个传统中医的这个 整病方法还有点像 你想啊 中医讲究什么 望闻问切 哎 这个呢 望 哎 就是看他的这个外观 闻呢 就是闻香气 再不明白就问问那位大哥 要实在还不明白 那你切开尝尝 瓜皮很薄 成熟后的果肉厚度达到两厘米 它糖度适中 汁水丰富 水分占到总体重的90% 它维生素含量丰富 是夏季消暑解渴的理想水果 其实想吃酥瓜 哪用得着刀啊 就像掰大黄瓜似的 除了甜度适中水分充足以外 酥可是酥瓜的一大特点 吃就要吃它酥脆香甜的综合口感 酥瓜要熟了以后都挺酥 哎 您要非挑出哪个更酥 我给您吃一招 您拿俩酥瓜呀 哎 这么一颗 你瞧见没有 哪个碎了 哇 这水还挺多 哪个碎了 您吃哪个 怎么样 高手都在民间吧 哎 那要万一两个都碎了呢 没关系 您再换两个 不过那样的浪费多少酥瓜呀 现在正是吃酥瓜的时候 尽管这段时间 种植户天天都在忙着收获 产量也不小 可是好东西真的不愁卖 您好 你买的多少瓜呀 我买三十块 现在买的不多 到博州去送人吧 买三千斤到四千斤一天 现在买两块五 我有八个大 一木地的产八千到一万斤 外的 买的也不少 有移民上海的 重庆里做的 可要往前推几年 酥瓜的效益就没这么乐观了 过去它一直是露天种植 采收期更只有短短的十天左右 即使七八成熟采摘下来的酥瓜 因为皮薄 后熟时间较短 上市时间也短得可怜 所以在甜瓜界 被称作昙花一现 露天种 它一到下雨 它瓜就不甜 还不合适 那时候只能长了一千多年 在阳光的直晒下 酥瓜表面容易出现斑点 影响外观 在五月底开始采摘之前 还会有虫害的袭扰 五六月份怀河雨季的来临 对苏瓜的生长也是致命的打击 鉴于此 很多人都逐渐放弃了苏瓜的种植 直到大棚的出现 开始搞这个大棚苏瓜生产的时候 就是想简单的 把它这个上市时间提前 打时间差 大棚它不仅可以遮风避雨 而且可以更好地控制温度和湿度 使这个苏瓜的这个外观和口感 有了很大的提升 据了解 一亩的大棚成本约在六七千元 过去种瓜一亩的只能达到四千块钱 我们现在有了大棚 种瓜能收两叉 全八年一叉 全八年一叉 两叉瓜的经济效益 能达到一万四千块钱 利润是过去的四倍 一年能收两叉 采收和上市时间都延长了 口感更好不说 产量还大幅增加 这都跟用上大棚有直接关系 小小的苏瓜看着其貌不扬 却已经突破亿人产值 眼下 盘吉苏瓜在市场上可谓功不应求 在这拉的瓜两块五一斤 回家能卖三块三块五 当天拉当天就可以销了 明天能拉一千多斤 这个瓜皮薄拉不了这么多 拉多了保不住水分 每天都过来 为了卖新鲜 我们就是多了一趟 不要紧 近年我们盘吉苏瓜种植面积 已经炒过了1.5万亩 产值将突破两亿元 带动三千多户农民 充施苏瓜种植 种植苏瓜的农户 人云整熟 近万云 我们正在积极审停 地理表制产品保护 一般的水果 要酥你就酥 要脆你就单纯的脆 可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 集中的体现在了酥瓜的身上 而且结合的还这么好 这在我所知道的水果里头 还是很少见的 什么原因 可能跟土壤有关 也可能跟气候有关 也许是品种本身所决定的 也许都有关系 当然了 对于消费者而言 不用管这么多 只要它好吃就行了 可是不管好吃 您瞧 我把它榨成汁 喝着也不错 也许消费者无需知道 这好吃的甜瓜 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但是作为生产者 无论是品种改良 或者是技术革新 最终的结果 都会凝结在 这个具体的农产品上 效果究竟如何呢 消费环节将做出最终的检验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农业节目内容 可以登陆 CNTV七家农业网站获得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